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在上期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有关川普跟蔡英文之间通话的故事 因为这也成为了轩然大波 在这个背景之下 在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有媒体报道说 川普又发推了 发推说比较抱怨 就是说有点发牢骚 就这么点事 你们就嘚不嘚嘚不嘚 觉得好像天地间要翻车了 大概是这么个概念 他有这抱怨的说法 因为这件事情是非常敏感的一件事情 那作为中国来讲 据说大陆已经发了 类似一种严厉的严正的声明 强调就是一个中国就如何如何如何 强调了一番 但是从他的话语当中 包括王毅的说法当中 都强调说这是台湾的一个小轨迹 特别强调台湾的小轨迹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 小轨迹也好 大轨迹也好 那谁能轨得过共产党呢 对不对 王毅自己作为外交部长 你在你的圈子里 党的圈子里 有人耍你 有人玩你 有人整你 你说那个轨迹跟那个台湾的小轨迹 能够差多少呢 我说的是这么个意思 无论怎么样 蔡英文这件事情这么做了 那川普也这么做了 对吧 上期节目我跟大家讲过 是蔡英文这件事情做成了 可是呢 消息可是川普自己拿出来的 也就是说 他们俩都愿意 都喜欢 那你就跟他整一把呗 所以这件事情就比较大 那我们就看世界各个媒体呢 怎么评价的 因为几乎所有大媒体 都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在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BBC首先的报道 文章题文章说 Step into a divine land Full of ancient wisdom and timeless beauty Where heroes become legends Goodness always prevails And the door to the great way is open A lost culture returns When Shen Yun takes the stage For showtimes and tickets visit Shen Yun.com 令北京惊讶的电话 中共高层一直很难知道 是谁在亚洲政策上 为川普出谋划策 以及他的对华政策 将呈现什么样的面孔 那现在这个举动本身 让这个中国感到非常的愤怒 因为他就谈到一个核心的问题 核心的问题就是 中共不想让台湾有任何独立的一种发言的行为 在行政的角度上来讲 40年来 美国的领导人一直尊重北京的最低的界限 就是一个中国的说法 但是川普与蔡英文之间的通话 是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以来 外界所知道的第一次 美国在任或后任总统 与台湾领导人之间的接触 台湾与美国之间 没有正式的双边防护协定 但是却有着一种承诺 在一种模糊状态下的承诺 而川普的行为足以激怒北京 在通电话之后的一份声明中 应该是蔡英文的总统办公室 他讲两个领导人在通话中提到了 台湾与美国之间的紧密的经济 政治和安全联系 以及川普祝贺蔡英文成为了台湾总统 这里面非常有趣的就是 川普一直把蔡英文称为台湾总统 那蔡英文自己都没敢 在用这个词上都很小心的 蔡英文强调的是中华民国总统 因为当称为台湾总统的时候 那就是台独的概念 台湾走向独立的概念 你看很多国内的文章啊批评啊 都是这么说的 但这次呢是川普这么说的 所以在我的理解当中 中华民国 习近平的对中华民国的需要 甚至超过了川普 超过了蔡英文 那他的需要的原因 就是国内在转型过程中 他最终列出 不得不列出共产党罪恶的时候 以求得自己保命的时候 他最需要中华民国 我们从2014年的开始 就跟大家分析是这么个概念 到2015年的大阅兵 一直走到今天 所以川普的行为 从某种程度上 在催促着习近平 要尽快的跟中共本身 跟国内的本身的政治的变革 必须有个交代 也就是讲 不是你今天中共 或者今天习近平 王岐山就可以控制一切局势的 不可能 人从来没说了算 无论你今天多牛叉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 事后提到说 这件事情白宫并不知道 那川普的团队也没有提前跟白宫有所交代 当人们问到说川普有关亚洲政策 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到底谁是他的幕僚 谁是他的智囊 他自己说 我和我自己对话 我就是我自己的第一号 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脑袋 而且我也说了很多话 你怎么弄吧 这就是川普 所以这是BBC的报道 美国之音的报道直接了当说 一通电话是蔡英文的外交胜利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总统府 那旁边有他的蔡英文的幕僚 包括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 而蔡英文与川普之间对话 整个都是英文的 整个都是英文的 蔡英文在英国和美国是读法律的 那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府 拿出了一个相应的介绍 他说蔡英文在两人短暂的对话中 期盼着美国未来加强双方的互动和联系 而且能够支持台湾 在国际议题上 有着更多的参与和贡献的机会 整个通话是以英文进行的 没有传译 那双方协定商定之后 由台北方面致电展开对话 通话时间台北星期五晚上 11点06分到11点18分 约12分钟 所以这是非常详细的披露出来整个过程 那美国之音在评价当中呢 直接讲是蔡英文获胜了 而淡江大学的一位教授叫做陈一新 他认为川普的白宫幕僚长 叫做莱茵斯 应该是他促成了这件事情 他说因为我们跟川普未来的幕僚长比较熟悉 所以我们会安排由蔡英文打电话给川普 那作为幕僚长一定会建议川普接听这个电话 因为他跟台湾的关系非常好 公开的表述 那等于就相对的把中共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位置 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份声明 外交部的一份声明 那我们看不到更多的内容 而这种声明 而这个声明的针对性呢 大多是针对台湾 而并不敢针对这个川普本身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川普还在发牢骚 BBC登了篇文章是这么说的 与蔡英文通电话 那很多西方媒体呢 批评这个川普是菜鸟 就说他没有一个基本的国际的 国际关系的这么一个概念 自己呢随着性子来 所以就IP了 IP了结果川普又在推特上发言了 文章提到说 中国已经向美国提出了严正交涉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说 台湾方面搞了一个小动作 无法改变一个中国的格局 BBC把川普的这个推特的那个截图拿上来 川普非常有趣 说蔡英文打电话给我用的是大写的 但是呢 披露这个消息可是他川普做的 然后就提到说 非常有趣的就是 美国卖给台湾几十亿的美金的武器 那难道我就不能接受一个 对我成为当选美国总统的一个祝贺的电话吗 不在我的眼睛里表现出川普个人的那种特质 就是他就这么做事情 你作为国际媒体来讲 国际什么 国际关系专家来讲 随便你怎么说 我就是我 所以从这点上 川普确实做到了 不会活在别人眼睛里 嘴巴里 耳朵里的人 所以是一个 在今天精英社会环境中 他的行为就是对精英人员 精英主义的一种嘲讽 而我能看到最新的消息呢 讲美国媒体呢 都认为川普的做法呢 有点自己捅了楼子 洛杉矶时报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接听蔡英文的祝贺电话 说他犯了一个菜鸟的错误 中国大陆恐怕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个人觉得未必 中国大陆到底有多大实力 有多大能力去抗争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疑问 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认为 川普的做法偏离了美国一中的政策 如果川普的行为没有偏离一中政策的话 他也就不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而德国之声在报道时讲说 一个祝贺的电话一时激起千层了 台湾总统府披露 他们之间对话是台北方面首先发出的提议 川普的智囊 保守派智库的创始人福尔纳 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那自然这一通通话会引起中国大陆的反感 到我做节目的时候 没有更新的动作 川普也没有 中国也没有 蔡英文也没有 那我相信后面会怎么样 我觉得不会怎么样 他只不过表现出川普的做法 有着他特立独行的做法 他特立独行的做法会造成今天 包括中共体制 包括美国的媒体 包括西方的媒体 对他把控不了 我觉得这倒是真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